DNA的结构 DNA结构 其实这些 其实应该生化也都有稍微提过 那我就 大概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它的一些名词 如果是在去氧 或是没有 去氧的情况下它的念法 或是含氧 它的念法 其实就是什么 Uridin Uric Acid 就是加一个酸酸酸之类的 就是有酸嘛 如果没有酸 就是什么 丁啊 或是Uridin 这个这些的 OK 所以我现在这边来讲 你看到这边的Hill 你会发现说 Nucleus Tide 其实呢 它有可能是 可以呈现一个 或两个 或三个Phosphate 所以跟我们刚才讲说 当然我们要合成的时候 一定都要用三个磷酸 好 那所以说这边呢 其实就有一些相关的 很多相关的字眼 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是一个的 就是 这是就是Moro NMP 那如果说是两个 NDP D就是两个的意思 M就是Moro 是一个两个 三个是NTP NTP就是这个 所以说最常见的就是ATP 你看ATP 那NDP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 ADP AMP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好 所以我现在就在问问讲 根据这个Nucleus Tide 其实你可以发现说 ATP ADP AMP 或是GTP UTP 这些 用在哪里啊 你在哪里看过 你在哪里看过 ATP ADP AMP 在哪里 在你的生物学里面 在你重修两次生化的过程中 你发现它在哪里过 来 后面 在立腺体 什么意思 ATP啊 就是能量的单位 能量 对 是能量单位 所以你在ATP的这个 过程中会出现ATP 对不对 就是 那个叫做什么 立腺体的什么 都有啊 糖结 或者是 那个 呼吸都有 所以要讲清楚嘛 你是 糖结 不在 ATP 不在立腺体里面啊 那个 TCA 好 TCA 柠檬酸循环里面 会 会 会 展生ATP之类的 其实好 那还有呢 刚才讲 你们 所以 OK 其实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在糖结的过程 或是在 TCA Cycle 甚至经过立腺体 这个所谓的 那个叫什么 呼吸链 呼吸链的过程中 就会产生 ATP 对不对 ATP 那你在过程中 其实 ATP 就是一个能量来源 但是你需要反应的时候 有可能会消耗ATP 会产生 性成ATP 或是AMP 有时候会释放一个 磷酸 有时候会释放两个磷酸 这个能量 大家应该 应该知道 好 那再来呢 谁看过GTP 谁看过GTP 在哪里 有一个地方是用GTP 是不是 你还记得是哪一个 其实我不太记得 蛤 有没有 有可能记得 在TCA Cycle里面 有用到GTP的 如果有也OK 因为我不太记得 我生活很久没念 是在电子传利链 Complex 2的那个地方吗 是TCA Cycle OK 好 在这里 Succine的 口A这个地方 好 OK 所以 我为什么特别问 这些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 不一定在以传学会考 但是在生化可能会考 因为 因为这些是比较不一样 然后呢 其实GTP 也可以用在能量来源 除了刚才讲说 说 TCA Cycle 用到一次之外 其实在哪里 用到最多GTP 你知道吗 遗传学会学的 请问GTP能量 大部分用在哪里 还没有学到 合成ATP 不完全算是 什么叫做 合成ATP 合成什么 ATP 算是吗 GTP 变成G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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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也是生化的部分 对 好 那个其中是一部分 但是我觉得 其实你如果在学 这个 蛋白质 不是学蛋白质 在另外 在遗传的相关的 因为你们现在目前也只知道 生化的部分 对不对 还有哪个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也许有 但是比例上我不确定 但是其实有一个比例是更大的 你说好 G protein G protein会用到GTP 但是它也不是量很大的 但是OK G protein在那边反应的时候 它需要的能量是GTP 没错 但是既然是G protein 它已经不是随时一直在反应 一直在合成 一直在使用 你了解吗 你讲的这个反应是没错 你讲的这个反应也OK 对它会就是藉由消耗GTP 产生ATP这些之类的 那我要跟你讲说 哪些是用GTP当能量来源的 去使用 它就会最后变成GTP 这边 转意的是讲 转意的是什么当 什么时候 转意是什么 转意是什么 讲白话文 转意没有错 但是转意你可以讲白话文 你说 对啊 就是合成蛋白质的时候 合成蛋白质 这个就是白话文 各位我觉得 我发现有时候 我问问题的时候 你们会很想要 一定认为说 一定要讲专有名字 可是有时候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讲一些比较common的话就是 你到时候我们在讲 讲蛋白质合成的时候 你会发现 蛋白质所有的过程 全部都是用GTP 那为什么说 蛋白质合成是非常耗能量的 所以各位你们要知道说 今天 生物体 它没事 它是不想要蛋白质合成 因为蛋白质是 一直会消耗GTP 就是消耗GTP 所以你只要看到很多 很多研究里面 只要是 饥饿啊 或是什么什么什么时候的 一方面来讲 一方面来讲 动物会不想动 不想动 减少能量的损失 减少ATP等等 那它也不想要蛋白质合成 就是要节省GTP 就大概是这样 OK 好 那也许还有其他地方 我们就先挑过去 不过你们刚才讲了 这个部分 包括能量代谢 包括蛋白质合成 包括G protein的signaling 那些地方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 它有时候会考 这些综合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好 问题最后一个来了 UTB跟UDP用在哪里 后面 乳糖的合成会用到 乳糖的合成 会用到 还有呢 甘糖也会 OK 好 乳糖的合成我不知道 甘糖的合成是 没错 我要问的是甘糖的合成 但是乳糖合成 如果是 那我们 可是我们可以合成乳糖吗 好 没关系 这个东西是属于生化 好不好 那如果 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甘糖合成 各位有甘糖合成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UTV 会变成UTV 然后形成那个 UTV glucose 然后再去接 接接接很多 甘糖的 一层窗的链 有没有 忘记的回去自己看 还是没有修生化二 没有修生化二 你就可能会 就学不到了 好 这是 简单来讲 就是说 你会发现这些 核甘酸 用在我们生化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 生化的路径 都会用到的 好 在这里 所以嘛 我有写 GTP 在TC 有 Succine Covidol 这个也有 Sigma 也有 都忘记 我有写 这个UTV 就是生成 Glycogen 的部分 好 另外一个 跟这个结构 很相像的 各位 你们这个结构 要绘画 其实是 应该是要绘画 然后 考完了以后 就忘记了 没有关系 像我现在就可以忘记 可是你们 如果要考试 就可能要记得 好 那这个呢 跟大家讲一个 跟它结构 很像的是 叫做 NAD 就是NAD 你们有背过 NAD NADP 可是你可以 它结构 这两个结构 也是一样 这两个结构 也是一样 它也是一个磷酸 只是说它上面 又加一个 Nucle 就是 Nucleotide amine 还有 Ripo-Nucleotide amine 就是这样 所以 这个就叫做 Nucleotide amine Addening Dinucleotide 就是 NAD 所以这个全名 好像也是要背吧 你们不用背吗 以前我们都是要背的 以前我们都是要背 请问一下NAD的全名 TCA全名 或是GTP全名 一个0.5分 然后就出个20题 然后就一直写一直写 好 那大家知道 就是 生化就是会考这些 所以这些都是要背的 好 那再来我们刚才讲说 为什么三端的OHG 对DNA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它在链合成的过程中 它必须要从五端一直接到三端 你看这里的 这个地方呢 刚好就可以轻而攻击这个OHG 这个地方去接 那可不可以攻击这边不行 这边攻击不上去 链不上去 好 就这样 所以说你看它的链状就会变成 如果是按照我们DNA的链的话 你会发现说磷酸跟糖基 跟核肝的糖基在这边 那Nucotin就是在这个内圈里面 好 那这边有几个名字 叫做DNA两个核肝 两个核肝 三个核肝 三个核肝 还有这边有一个Oligo Oligo跟PolyNucotin 所以说你有时候会常听到人家讲说 Oligo Nucotin Oligo是指多少 大概就是在三十个左右 那如果说Poly就是更常练的这样子 那这就是只是名词上的一个英文上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讲比较有趣的几个history 就是其实在1941到1953 之前要发现DNA的结果 大家都知道遗传物质可能是DNA 也有可能是蛋白质 所以说就有两批人马一直在 就有很多人马一直在想说 我要去证实DNA是遗传物质 我要证实这个蛋白质是遗传物质 Watson认为DNA是遗传物质 他那时候认为是这样 但是他还没有证据 因为证据也不是他做的嘛 是那个喝选菜式他们去做的 但是他不care 他不careDNA 因为他就认定DNA是遗传物质 他更大的野心是 我要解开DNA的结构 DNA结构是长怎么样 他想要知道是这样 各位了解意思吗 所以当他知道说 我要解开DNA的结构的时候 请问他所谓要做的是什么事 请问你觉得用什么方法 可以解开DNA的结构 用什么方法学 X绕色 好 X绕色 大家知道X-ray的绕色 X-ray的绕色 为什么X-ray的绕色可以用在DNA 你们印象中的X-ray绕色是用在哪里 你们印象中的X-ray绕色是用在哪里 晶体结构很好 我要讲就是说 早期你们已经脱离化学很久了 像绿化钠这种金格的结构 各位你们应该有一大一小一大一小一大这种 这种结构 这些结构到底它是金格是怎么样 这个早期只能用在结晶 你是不是要把很多东西结晶了 绿化钠什么东西结晶了以后 然后怎么做 你怎么知道它的结构是什么 透过X-ray X-ray打进来 X-ray打进来 那会产生什么 绕色 绕色以后 会在这个布幕上会呈现什么 呈现一些一些pattern 一些点点点的pattern 对不对 好 那是借由这些pattern去推测它的距离 推测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结构之类的 这个是物理学家跟化学家在做的事 物理学家就发现了 那时候X-ray可以用 所以X-ray可以透过X光 那时候可以得到 可以用在医学 所以后来也用在化学上 用在化学去解开化学结构 那就有人会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用它来解开生物的结构 所以第一个challenge就是protein 蛋白质 各位一开始不是用在DNA 是用在蛋白质 你觉得蛋白质比较好解开 还是DNA比较好解开 还是DNA比较好解开 蛋白质比较好解开还是DNA比较好解开 就你们认为 第一个 比较小的比较容易解开 哪一个比较小 DNA怎么会比较小 蛋白质比较小啦 各位蛋白质凭什么比较大 一个核甘酸 请问这一个核甘 含有这个这个这个 请问一个氨基酸呢 就一个碳 再加上一个COH 就只有这个东西而已 这个还有一个Nuketyl 这么大 各位你们没事 为什么会觉得DNA比较小呢 因为你们平常画读的时候 DNA一定画很大 然后蛋白质就画小小的 是这样吗 不是 蛋白质就画很大 不对的 其实蛋白质 按照如果相同的核 那其实DNA是聚分子 DNA叫聚分子 R类其实是小的 小的会比较大 小的会比较容易解出来 好 那当然啦 我为什么特别讲 那历史上来讲 什么金格被 什么东西最早被解出来 像这些 有一些这个 这个Peptide之类的 像胰岛素之类的 这些都是比较早解出来的 所以我要跟你讲说 那个时期已经用 X-ray呢 解出很多蛋白质的结构了 但是DNA结构解不出来 DNA不知道解不出来 好 所以呢 我阿尔森就认为说 要解开结构 他就要去仿造 这个 这个 这个金 就是说一团 结晶起来的这个东西 透过结晶起来的这个东西 去做 X-ray的绕色 但是问题是 他没有 他又没有DNA的sample 对不对 对不对 DNA这个 这个要让他结晶不容易 要让他做结晶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技术 这个要让他结晶的 结晶的这个 这个format非常重要 还有X-ray的操作 X-ray的这个 这个操作也是很重要 那 我阿尔森都不会 那他怎么办 他就只好去听人讲 看人家有什么技术 就跟着他合作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谁 这边的话 谁是做X-ray绕色的 别人 那 ATGC的这些也是别人做 那我们就来讲 他这边有几个关键 第一个 Base的composition 什么叫Base的composition 就是Shargoff 查格夫 他是发现了什么 他发现了DNA base的 Base的组成 他发现了Base的组成 什么叫Base的组成 查格夫发现了是什么 这个重要的一个 就是查格夫定律 他的定律是什么 好 跟你讲 A加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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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等于T加C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讲 为什么还不讲 好 OK 那你为什么会特别想 讲到说要A加G A加G等于T加C 他们是间谍的 你怎么知道 谁知道 他也不知道 查格夫也不知道 查格夫只是把那个 Nuclear台收集起来 然后去测A 结果后来发现 A的浓度是多少 B的浓度是多少 T的浓度是多少 G的浓度是多少 他就把它超下来 超下来 他就发现一个很特别的 他就叫做查格夫定律 他就觉得说 A约略等于T G约略等于A 不对 A约略等于G T约略等于C 可是你看 这一个是Puring 他们知道这个是 Puring 这个是Puring T跟C是Puring A跟G是Puring 他就说这个月类相等 这个月 这个你们不相等 A T A T G C 这怎么差那么多 这个误差 所以你看 各位你要知道 所以说有时候 虽然说你看 这个不同物种 他就做出来 这应该差不多 这应该差不多 可是他也有误差 可是这个就其实就还好 你看这个差不多 这个也差不多 所以他就觉得说 物种之间 好像都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Base的Composition 好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哇好难备哦 因为考试呢 有时候 我觉得考试很奇怪 他常会跟你讲说 请问一下下列何者是对 他可能想说 A约略等于T G约略等于C 就是这样 然后他可能会什么 A加T等于G加C 对不对 他会让你去选择嘛 对不对 大家就会选择一头物水 所以说你只要记得 我后来发现说 其实有一个蛮不错哦 就是有一个人 后来画一个圆形 他这样 他就是把ATGC画在这边 所以你会发现 A约略等于T G约略等于C A加G就等于T加C A加G的分母 就是除等于B值等于E 就是类似这样 或者我就觉得这个图 还蛮好用的 好 那要不然的话 你就被死了 你就要画那个ATGC 有点难的话 好 可是 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比例 但是他不晓得 那是什么意思啊 他不晓得什么意思啊 那不晓得什么意思 怎么办 所以说你看 他就做了很多 这个是他真正的data 真正的data以后 他就去做这些 compensation的组合 你看包括 A除以T看看 G除以C看看 就得到是比值一二一 可是如果A加G C加T除以后 大家有点一 大家都知道嘛 因为AG 这边取一个 这边取一个 T二C就是 就是像 有点像是 AG CT的一半 就是相处嘛 可是如果 A加T或G加C 你看 A加T除以G加C 这就比例就不完全 对了 就是不同物种 就会跳来跳去 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 他就说好吧 我就提出提供这些资讯了 请大家看一下 但是他还讲说 这个叫法则哦 这是我的法则哦 A T的比例 约绿相等约 这个叫法则哦 他的法则 查格夫法则 就是这样 好啊 那可是呢 他知道这个 没有用啊 他只有 他只有知道这个 他跟 可是 Walston Clicker呢 就是那时候就发现说 透过S rate 所以再加上这个呢 他就能够解开 解开双骨螺旋 那当然最后 讲过他们三个人 那为什么呢 其实最主要应该是 还有第四个人 是一个叫 弗兰克林 Franklin 是这里 那他最主要是 为什么他会知道 是双骨螺旋 为什么会知道 是 为什么知道双骨螺旋结构 其实最主要就是 靠这张图 这张图是 是他做的嘛 那 他跟他是 同事 同事 但是他一直认 他呢 一直认为他是他的属下 但是他们的大老板没有讲好 应该是大老板找他进来 说你是研究者 可是呢 他以为说 大老板是找他来当他助手 所以两个人就有摩擦 就这样 所以说他们 就是他做的研究 就是他很厉害 他是第一把教育 那时候做这些X-ray的绕色之类 所以这是他得出来的图形 那就是根据这个图形呢 去 Watson Clicker就看到这个图形了 最主要是 因为他们 他本身就跟Watson Clicker 稍微有一点 就是有一点 在沟通协调 就是说 我有这个图啊 怎样怎样 他在讨论 然后他就 有一次看到这个图 他给Watson Clicker看 Watson就想到了 这可能就是DNA的结构 双骨螺旋 那为什么 怎么看呢 其实这就是你们来讲说 X-ray绕色 经过这个 这个金格呢 就会产生这个点状 那至于说 你们如果说 还有点印象 根据这个公式 这个叫布拉格定律 是不是啊 各位 好 我为什么要特别这样 他们在 他们这个研究机构 就是布拉格 布拉格的那个 诺贝尔奖德主 他所设立的 的研究中心 所以他专门在做 这个金格绕色 就是这样子 好 那透过这个 你可以 就可以看出来说 他这个什么 路色角之类的 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他这每一个 每一个的stack 距离呢 就是相当于 是很反比的嘛 所以说他 他为什么这边 颜色特别深 就是因为 他每一个 每个间距都一样 所以说他就会 全部都打在这里 全部都散似在 这个上面 那至于说 这个为什么 一个一个一个 间隔 就是p分之一 p分之一就是 就是一个turn 两个turn 你看这是 这是一个turn 那这是小 p分之一 这一个 一大螺旋 这是一个 一个大螺旋 好 OK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一大螺旋 含十个h 就是十分之一 这几个 关键了解就好 所以最后他们就是用这个结构 顺利解开说 这个应该是双五螺旋 而且呢 他应该是 简积是在内 那个外不是在外 那是这样 那你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很容易 其实你如果看他们故事 其实不容易 OK 好不好 那我这边的话就大概再讲一下 他的几个相关的关键 包括说他这个是直径是20nm 就是两nm 你看一个turn 一个大的turn是34nm 或是3.4nm 那一个小小的就是十分之一 这样 那你看这个有大的groove 跟小的groove 就是这样 所以螺旋 双五螺旋 其实要化成这样 有些人会化成比较 比较有些人会化成比较等间距的 这是不对的 但是也没有关系 其实大家就私以图了 好 那这个地方大家知道 ATGC在中间 然后核酸 这个是P跟 P跟Sugar 磷酸跟Sugar是在外面 好 大概是这样 那 很多人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那个 他们那时候有个非常强的竞争者 叫做Polling Polling是谁 Polling就是解开 蛋白质是 蛋白质有一个叫做 Alpha Helix结构 就是它解开的 蛋白质呈现的Alpha Helix结构 是美国的大师 就是Polling所解开的 好 所以说他那时候也在研究DNA结构 那他Watson Clicker就知道 说他也在研究这个 但是他就 他就很担心 结果后来在他们发表 前大概三个月的时候 他就说 Polling就发了一篇文章 说他解开DNA结构 这是这张图 叫做三股螺旋 Watson看到这个以后 他就 他就放心 他就放心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说想不到这样的大师 犯了这个错 因为这个他们已经知道说 不可能是这样子 不可能是三股螺旋的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聊一下 为什么不是 那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蛋白质的螺旋结构 请问跟DNA的螺旋结构 有什么不一样 的钦见有什么不一样 你有注意到 这是Alpha Helix 它的那个钦见是上下的 就是它是 环跟环中间的钦见 然后那个DNA的钦见 是那个两个螺旋的 中间的钦见 OK 很好 我不想你为什么会注意到 因为我当然一开始有提醒他 这个其实是大家 一开始都 我想这也是Poly 为什么没有解开这个 因为他也认为说 DNA结构应该钦见会是上下 上下这样子 是串联起来的 可是 所以为什么 因为他解出的这个Alpha Helix结构呢 其实他的钦见就是属于上下的这种串联的方式 所以他在解这个的时候 他就一直解开来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构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Nuketide是向外 他的那个骨架是在中间 各位了解意思吗 骨架在中间 然后他的那个Luketide ATGC是三股在外面的 所以他那时候是认为是这样的结构 那Watson Clicker 其实他们 他们之前也有做一个错误 他们之前也解开 也是认为是三股螺旋 之前Watson Clicker也是这样的model 后来被Franklin说 你们这两个小白痴 都没有好好研究DNA 还想要做什么大事 后来就离开了 因为Franklin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晶体学家 他结构也这样 所以他看到Watson Clicker 一开始建立的model 就把他们臭骂 没有臭骂 就是脸色不太好 就说你们还没有好好学习DNA 就是这个结构 他们也是因为这样 他们就觉得非常沮丧 然后之后才看到其他 才有得到其他的一些启发的时候 才重新再去拼凑 好 那最后当然 这个拼凑有一个问题 其实等一下我会问 为什么Poling会解不开来 当然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Watson Clicker最后认为说 他是双股螺旋 而且呢 他应该是ATGC配 至于什么配 你如果看图 你就知道说 他就开始去看一下 ATGC是怎么去配 所以说 各位你们给你这几个结构 给你去对 你怎么知道要怎么转啊 很难耶 真的 他们后来就是 Watson Clicker就不小心 就转到这个 转到这个AT 配在一起的时候 的距离 跟这个GC配在一起的距离 是一样 而且你把这个东西 把它叠上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是叠在一起的 这个就相对的 告诉你一件事情 距离很重要 它这个距离是等距的 所以它才能够 一层一层叠起来 当初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 那个Poling他们 为什么都骨架在内 的原因就是因为 核甘酸在外 核甘酸大小不一嘛 所以他就觉得说 如果说是在内的话 一定会卡卡的 距离会不一样 而且那个 那个骨架一定会 会不是那么 Smooth的情况 所以他一直没办法 摆脱这个样式 那Watson可以后来认为 最后才发现说 骨架一定是在外 那在内呢 他最后就是要解决 ATGC的配对 那配对最后 当然是让他们解开来 所以说利用这个轻件 而且这个轻件的这些 他也不是自己 他只是拼一拼 他距离差不多 他还请他们的物理学家 他们的化学家 跟他讲说 这样的话 有没有可能这样的距离 因为轻件那些距离 要请真正的化学家 他们才能去 去鉴定说 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说 他的吸引力是OK的 是这样 那最后才能够拼得起来 所以其实 这个拼凑过程 还算是蛮有趣的 那所以我们这边 就要提到两件事情 那个 双骨螺旋 其实最重要的两个 为什么能够那么稳定 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双骨螺旋 为什么能够稳定 能够很稳定 比其他 比一些结构来讲 很稳定 为什么它很稳定 其实就是在下一页 一个 可以一起讲 跟你讲 其实就是两个核甘酸 两个核甘酸的配对 再加上情建 就是这样 所以说它其实是非常 非常稳定性非常高的 然后当然也有人讲说 这个stake跟这个stake之间 上面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吸引力或排斥力 造成它非常稳定 这个也对的 好 那大概是这样 那当然我们这边 就特别讲 这个nucleotric 这个base呢 是在in-side 然后那个sugar跟phosphate 是在out-side 它把塑水性的东西 放在这个里面 才不会 清水性算外面 是这样子的一个构型 好 那所以我们等一下会 然后呢 这边就有在讲说 那DNA只有一种结构 DNA只有一种结构 你们认为说DNA只有 我们这边所讲的 其实DNA呢 都是叫做b-phone 就是Watson Clicker 讲的这个b-phone 那事实上呢 还有一种 大家可能不知道 叫做a-phone 我们来看一下 b-phone是什么 b-phone就是 有点是大group跟小group a-phone就是像这样子 比较 这就是一般的裸原 但是这样子的结构 会比较复杂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组成 就会有点歪歪斜斜的概念 好 那这个结构呢 那你说哪一个东西 结构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你可以看到 分子结构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就感觉 比较stable一点 这个感觉 比较紧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看到 说在这里 一般比较水性的时候 或者说比较低眼的时候 是属于b-phone 可是如果说是在高眼 或是脱水下 脱水下的时候 是比较形成a-phone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你要在做这个 这个结晶的过程 情况下 a-phone b-phone b-phone是没有水的 a-phone是有水的 sorry b-phone是有水的 a-phone是没有水的 对不对 a-phone是脱水的 然后呢 他们做成了这个结晶 跟做成了这个结晶 然后最后去做 所以说你看 你在做 你在解这个的时候 这个你就要考虑到 有水的分子在里面 这个呢 你不见得要考虑 你就可能不要考虑到 水的分子结果 所以当然他们所呈现出来的 x-ray的放射性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b-phone所造成的 比较更 感反而是更clear的 可是呢 如果是a-phone的时候呢 有不含水 脱水上下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ok 这两个都是 Franklin做出来的 但是他认为说 这个比较复杂 所以他想要去做这个的研究 他就继续去探讨这些 可是呢 他之前也有做 他做出这个的时候 他就先放在一边 然后Watson Klin看了这个以后 他就觉得说 不管怎么样 反正我就解开这个结构再说 我不写 所以说那时候其实认为说 DNA可能有不同的结构 形状 就这目前来讲 他就是有两种结构 所以那时候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边 会探讨有什么a-phone b-phone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 那时候去在做的时候 有水或没有水的这种结晶 然后产生的X-ray 然后从X-ray里面 去解出来这个图 是这样 那当然啦 靠这个来解图 其实是很困难 WatsonKlin一开始 也是看到这个图 但是不知道怎么解 是直到看到这个图以后 才解得开的 因为这个相对比较简单 这个其实复杂度就高了 ok 好 那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story 那我们就想 为什么Polling解不开 再来 最主要的因素是因为 Polling它的sample呢 是混合的 是a-phone跟b-phone混合的 所以呢 它的结晶图呢 是混这个跟混这个 它看不出来是哪一种 各位了解意思吗 你如果这个 你可能可以解开这个 这个你可以解开这个 可是当你ab-phone 有点水又没有太多水的时候 混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会被它干扰到 所以它那时候才认为是三谷的 ok 这是题外话啦 你们也不用知道 这是后面的故事啦 好 那这边大概就是讲那个story 那你们现在可以看到 其实除了这个a-phone b-phone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z-phone z-phone就是zig-zag 那最主要是它如果还有机器 比较rich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这样 那这都只是一些这个DNA的物理学 化学的结构在看 ok 好 那除了 除了DNA之外 那当然就是还有RNA RNA有没有固定的结构啊 RNA有没有固定的结构 那RNA有没有固定的结构 蛤 没有哦 不哦 啊那不会形成蛋骨螺旋 ok 啊那有没有固定的结构 你说什么 氢酸钢加核糖加氨氮结构 哦没有没有 我所谓的固定结构 是指说它的这个3D的结构 不是说它的组成 你讲的是核钢这个部分 我们一开始讲composition 我们讲过 我想讲说它有没有固定的结构 有没有像DNA那样 固定的是螺旋结构呢 还是怎么样 啊 应该没有 OK 所以TR那些形状不是固定的结构吗 就是MNA RNA OK 好它现在是这样 所有的RNA没有一个固定的结构 OK 所以但是呢 有没有有些有固定的结构 有啊 像TRNA其实它就有固定的结构 OK 那MNA其实是没有 那如果说RNA有没有固定的结构呢 其实是有某些会有固定的 有一些固定的结构 但是这些结构都是要在这个这个稳稳适合下 才能够形成这样的结构 所以其实RNA有没有固定结构 是有些是有 但是MNA因为大小长度不一样 所以RNA大部分没有 没有人在研究它固定的结构 那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再回头看看 其实那个那个RNA是有的 为什么 他们因为它会形成 他们形成互相的互补形成所谓的 的一个互补结构 那就会形成一个它的特定的RNA结构 像TRNA就很特别会形成 那如果RNA当然也会 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说 这是细菌的 那如果说我们细菌的RNA有分很多种 那这边就有在讲 RNA其实最多的就是Ribosome RNA 要记得 数目最第二多的是TRNA Message RNA反而是最少的 可是你们对Message RNA最多 那长度呢 长度最长的是什么 长度最长的 当然这个长度呢 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Ribosome RNA都比较大 那个TRNA都最小 TRNA最小 TRNA只有75到90 Message RNA其实就是比较长短不一 每个基因长短不一 OK 那这个可能就要去稍微去看一下 因为数目的多少会影响到它的 它的所谓的成降系数 所以你看像成降系数 在圆和增和又有5啊 5.8 16 18 23 这些 这些要不要备 但是我也就特别写 圆和跟增和 有这个5S 16 23S 增和有5.8 18 28 这个大小 这样去配 之类的 好 你会觉得要备的东西好多 对不对 我也备不起来 OK 就看老师会不会考 那大部分老师应该不会考这种太细的东西 好 那这个结构是这样 那你在合成的过程中需要 RNA M-ANA 跟T-ANA 好 那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要讲一些DNA 就是 就是如何去分析DNA或RNA 第一个部分就是用 就是这几个部分 我不会全部讲 但是我会大概讲一下 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 好我们先问一下 你如何去分析DNA或RNA 就你们所知 你怎么去分析DNARNA 怎么分析DNA或RNA 你怎么知道DNA存在哪里 或是存在 或是DNA长短 你都没有做过生机实验 还没做到 还没有预习 来 有没有 有没有知道 这个先 跑电勇就好了 你还要加个Waystern就错了 Waystern是检测蛋白质的 对不对 所以 各位化石的天主 以为这样会多得一分 好 所以要精准 就是跑电勇 DNA电勇 或RNA电勇可以检测 还有呢 看UV光的吸收光 OK 看UV光 就是用UV光去detect 这个DNA浓度 这是对的 没有问题的 这是可以的 就是第一个 然后再来 蛤 什么 需要什么 需要什么 这个是分析吗 算吧 不算 有些人想说 它的区分在 一个是核糖栓酸 一个是去氧核糖栓酸 这个是不是分别 不是 这个是区分 但是不是没有办法去分辨 所以我们要讲说 怎么样去测DNA 或测DNA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 第一个 可以用UV光谱去测 对不对 它的吸收能力就在260 所以说 只要260 你就要去 有浓度高的DNA 它的吸收就会比较多 这是固定 然后第二个 刚才我们不是有讲 沉降系数吗 其实这边不是一直在讲 沉降系数是多少 所以有这个 也可以去测 测定这个核酸的 就是RNA的 DNA的浓度 对不对 好 那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核酸的电永 你靠电永图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DNA DNA的大小长度 这样子 好 那等一下 我们会再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Hibration 跟这个Denature 跟Renature DNA的电永团